纯爱战神一股犹太单刷副本 单手砍魔头 两刀一揍灵 仙台战场惨力无比 各方古代术师 蠢蠢欲动 死灭回忧 持续激战中 本期视频十足精彩 刚才继续书接上回 游人顺利说服日车追加规则 浮黑全力引战一条三 惊险摆脱困绝 可惜啊透极体力昏睡倒地 众人苦寻的天使竟是不请自来 悄然的来到了浮黑的身边 东京第一结界可谓是惊险刺激 而同为死灭结界点地的仙台结界 显得格外惨烈 短短的十几天之间 仙台之间已然形成四方霸主鼎立局面 这四人分别是91积分 鬼岛魔头多鲁布 77积分的咒力大炮石榴龙 70积分的天空杀手乌鲁 以及54积分的蟑螂骤林黑木死 直立弱小的勇者 以及普通人的性命岌岌可畏 当其中的霸王多布鲁 竟是惨招毒手 斩杀者正是比肩五条物的 纯爱战神 伊谷犹太 相比于浮黑幽人遭遇的战斗 伊谷这边堪比是世界大战 仙台阶级的勇者对战的 内招一个凶残 随着伊谷打败多鲁布的消息广布 其余三方霸主都将伊谷 视为强力威胁 而凶残诚信的咒力黑木死 更是对着伊谷是恨之入骨 但由于伊谷的加入 大量普通人都被伊谷 转移到了安全阵地 导得以普通人为粮食的黑木死 无虫觅食 那此时伊谷又在仙台的一个桥底下 带领普通人逃离黑木死的觅食范围 这一局动 我也遭到了黑木死袭击 但尽管伊谷在发现了第一时间 就拔刀抵挡 可黑木死召唤出来的蟑螂狂巢 竟每一只都附带咒力 亮点引起智力变 伊谷双拳是根本放不出这 数以万几的飞天蟑螂的 活生生的人啊 就这样在他眼前 最残食的只剩一股白骨 烟醋着蟑螂狂巢 即将把目标转移到不远处 逃离成功的普通人 伊谷急切地呼唤 纯爱咒力 李香现身抵挡 而他则是趁这个空档调整状态 势力发动咒术秘技 暴力斩 巨大的咒力叔叔 倾客就将漫天的蟑螂消灭成灰 蜜石屡屡屡遭阻拦 黑木死的怒火烧到了极致 他看着眼前的伊谷 他真是恨不得 弹其肉 请其皮 引其血 抽其筋 不将面前人 挫骨羊慧 事不罢休 而其余的两方霸主 默默看着战场发生了一切 打算看好戏的 他们并不想过早的插火 但是还知道 形势不对路的伊谷 提起态盗 摆出战斗姿态 黑木死随即召唤 救灵魔剑 烂身刀 二人战斗就此爆发 黑木死先下手为枪 使出暗影旋风斩 挥下充刃 双手紧握 太刀的遗骨俯身冲刺 扑持电倾之间 黑木死只觉得身体传来 一阵剧痛 在低头查看的一瞬 他的右臂已经断落地面 被遗骨的太刀 无情贯穿 好歹也是一方霸主的他 何时遭受过这番侮辱啊 怒气上躲着他 顾不上身上的疼痛了 张开血喷大口 就要上前反扑 可面对着黑木死 恐怖的咬击 遗骨脸上没有一丝慌张 人情却是越发冷峻 在提轴给身后重灵 借顶头之后果断扑上一招 不肩摔 将黑木死砸飞至数十米 在一股拔起太刀 想要趁胜追击 一举拿下之时 却见生命里顽强的黑木死 以一步展开丑陋的双翼 飞至半空 一股灵机一动 果断折断桥边架子 扔向黑木死 利用架子短暂扰弯视线 一股纵身一跃 近身黑木死面前 对准他的老阔 来上了一记 过空斩 但在紧急宽头下 黑木死用左臂 勉强地挡下了斩机 在一股强大的咒力压制下 黑木死的左臂股 开始出现了裂痕 他知道再这样下去 自知的小命 怕是不保了 但黑木死赶紧操控 蟑螂狂操掩护自己 勉强摆脱一股的压制 伴随着蟑螂狂操的补给 黑木死也快速恢复了 自己的右臂 并收回了烂身刀 看着眼前这个丑陋的怪物 一股冷静思考应对方法 在不借助理箱的前提下 只要将反转术死的正极能量 打入黑木死的体内 就能精准服出他 可奈何忌讳那躲防的两方霸主 一股不可暴露自己的全部实力 反转术死这一招 还得全部隐藏啊 黑木死此时状态恢复 连弯发动 咒力邪气 一股无动 两只丑陋的飞虫 乍然出现在了半空 随后飞虫带领蟑螂狂操 快速围困一股 不过对于身经百战的一股来说 这都是雕虫小技呀 只见一股反转态刀倒插在了合场之上 一股巨型水龙卷赫然出现在眼前 呼气马黑的蟑螂心 瞬间被打得内找一个七零八落 先从一股指去挥刀 做最后的结尾 黑木死就又会回到 孤立无援的被动状态 可王啊 咱就说这个时候啊 不出意外的话 他就要出意外了 黑木死当然知道 蟑螂对上一股就是躺臂当车 可他要的 不过是分散一股的注意力罢了 只见他悄悄悄地 提着烂神刀来到了一股的身后 发动了偷袭 尽管一股已经用最快的速度转身格挡 但他怎么也没有料想到的是 烂神刀还有二次变形这出 二随刀身的大动蠕动 刀身猛地喷洒毒蓝金虫 全部则让一股肩膀遭到重创 直到中了敌人圈套的一股 进击后撤想要拉开距离 可黑木死又怎么会让他如愿呢 随着技术性的发动 亮亮之恶心蟑螂怪物 突兀地从一股的伤口冒出 强人所见血肉被啃食的剧烈疼痛 一股反手挥刀 将寄身在肩膀上的两只蟑螂斩杀 在顺序万变的战场 耽搁这么会儿 局势已经发生转变 黑木死抓住一股防御空档 利落地对准面前人的腹部又是一刀 他伴随着烂神刀的不断喷洒寄身虫 一股的身躯被树脂虫块 啃咬撕裂 这一幕在不远处的两方霸主看来胜负一定 而黑木死也顺势扑在乙谷的眼前 打算好好享受这句咒力不平 结果在他张开血盆大口 这意想不到的事情又发生了呀 乙谷出其不意地扣住了黑木死的脑袋 直接先下嘴里墙 给黑木死来上了一镜死亡拥吻 Oh my god 我这李箱看到了会怎么样啊 刚自我反正是惊呆了下巴呀 当然这不是乙谷爱的初吻 而是死亡深渊的吻别 我和你吻别 但乙谷通过嘴对嘴的方式简单粗暴地 将反转素食的正体能量 疯狂地灌输进了邪灵黑木死体内 两股相反的力量在体内互抗爆炸 黑木死当场暴体而亡 一方霸主就此陨落 看着乙谷身上的伤痕自动修复 以及与黑木死的对战 突然出的两方霸主算是看清了乙谷的实力 纷纷表示感叹且兴奋 霸主们的战斗因子更是挥之疯狂 天空杀手乌鲁也耐不住性子 悄然来到了乙谷的身后 此时仙台结界的上控竟发生突变 什么情况 运送秒杀两方霸主的乙谷 还能否顺利对抗其他两方霸主呢 成为仙台结界最强龙者 乌鲁和十六龙各自打着什么样的主意算盘呢 决定刚自我下回分解 我们下回分解 我们下回分解